你当时 怎么想起来 要把周莹卖到我们沈家来 当初啊 我是走投无路啊 她继续跟着我 只有死路一条 没办法 我只好把她卖了 帮她寻条活路 酒来了 尝尝 来 好酒 对了 我想问问你 她为什么跑呢 你是不是虐待她了 四叔 谁敢虐待你女儿啊 她不打人骂人 已经谢天谢地了 这倒是 不过我对你女儿呢 那是真不错 每天粗活细活不让座 就让她吃喝玩乐 就这样她还跑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我知道她为什么跑 为什么呀 不告诉你 你 四叔 您看这样啊 我要是 给您三百两银子 你看能不能把周莹 你才卖给我们沈家 三百两 而且我保证 我不打不骂 每天好吃好穿 当姑奶奶那么伺候着 可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就算我愿意 我手上没人呢 那要不咱们这样 咱们呢 签一个契约 您什么时候找到她了 什么时候再把她带到我身边 沈少爷 您想要丫鬟 人事上十两银子一个 要多少有多少 您何必要花三百两 买我女儿呢 我也知道丫鬟多的是 可是找一个 能讲故事能打架 还能变戏法的姑娘 那可就难了 这倒是 四叔 您看 要不这三百两银票 您就先收下 晓儿 拿笔拿纸 好嘞 四叔 您这是答应了 我这就给你立卖身器 谢谢四叔了 不过 可有一点 我 一时半会儿 能不能帮你把人找到 我可没把握 我明白 这一年不行就两年 两年不行就三四五年 我相信这辈子 我总能找到她的 你放心 我肯定是尽力地帮你找 哪怕是十年八年千里万里 把人找到 我一定给你送来 我周老四在江湖上 也是想想当当的人物 绝不食言 我相信 不过 还有一点 我得先说清楚 人找到 我一定给你送来 可是脚长在她腿上 要是再跑了 我可管不住 四叔 您只要把她送到我身边 后面的事 您就不用再操心了 我是说万一 万一人再跑了 这银子我可是一两不退 绝不让您退 绝不 立自去 来 四叔 请 用我不识字 沈少爷 您 您给带来笔 好 来 四叔 您说 本人周老四 自愿 把养女周莹 卖给沈家为奴 立此自去 绝不反悔 好嘞 四叔 麻烦您了 您还得在这上面 摁个手印 好 好嘞 痛快 四叔 我再敬您一杯 来 请 盖 四叔 其实我知道周莹现在在哪儿 真小 嫂子 你再尝尝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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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太香了 这谁做的 我做的 依小姐做菜那是一局 连老爷夫人都赞不绝口呢 佩服 佩服 吴聘哥哥也最爱吃我做的葫芦鸡 依妹妹 你能把这手艺交给我吗 你要想吃 我给你做就是了 不 我要亲手做给你吴聘哥哥吃 你为什么对吴聘哥哥 这么好 因为他对我更好 我可以教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 我多答应你 就上次 你这样 这样那几下 你能不能教教我 你学那儿干吗呀 你没看到 你大婶都快被我欺图写了 可我觉得你那个样子真是好看 那行 我就教你一套拳法 万一将来妹夫欺负你 你就可以打他 谁欺负我 我妹夫呀 你 你好欢啊 你学不学 学 看好了 第一招 愿意要展翅 什么 错了 应该是大鹏 展翅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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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吗 标杆挺起来 庄奶奶 庄奶奶 大猫口有人找你 她说她是你爹 我爹 真不如推 不是吧 我是亲眼所见 那寨子里的女人哪 都露胳膊露腿 漂亮鸡 去哪儿了 嗨 咋一见面就踢人哪 你认识我去哪儿了 女儿 你真是无家中院的少奶奶呀 行啊你 爹 你小点儿时候的说的 就这样 多等着呢 到了 我拼 爹 闺眼 听说要请我喝酒吗 都备好了 酒量怎么样 能喝多少 最多就二两了 会推派酒吗 不会 傻子呢 也不会 春风食礼可有相好啊 爹 别看着呢 爹 这边请 这边请 爹 这是吴平的爹和娘 欢迎欢迎 周先生 不知周先生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忘赎罪啊 亲家公 亲家母 都是一家人 客气什么呀 不必多礼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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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先进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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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会不高兴吧 不会的 来 进去吧 来 坐坐坐 坐 坐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亲家公 您这院子不错 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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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跟我们老家的院子比起来 还差一点 那请问周先生 您老家在哪儿啊 周莹 你没告诉他们呀 我们祖上啊 是周文王 我们老家那院子 都是周文王传下来的 好细算起来 我家周莹啊 其实是公主 配你们家无品 那是绰绰有余呀 可不是 唐朝有一个平阳公主 豪气甘云 跟周莹的性子 还真挺像 对对对 爹 您尝尝这样 好好好 尝尝尝尝 来 这粉条不错 爹 这是鱼翅 鱼翅 咱们周家呀 一向是把鱼翅 当粉条吃 吃两大碗鱼翅 也就掉个底 我去过广州 那边的人呢 真的不稀罕鱼翅 只稀罕粉条 其实粉条跟鱼翅 没什么区别 不过是物以稀为贵嘛 顾爷呀 您说得是太有道理了 周姐 这次啊 这次啊 吴品跟周莹的婚配啊 事出突然 有许多理解十分仓促 请您多见谅 不客气 周莹啊跟我说了这事 虽说此事没有征得我的同意 可他们俩缘分已经到了 我也就从善如流呗 不过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你们 爹您说 虽说你们俩已经是家偶天成 我希望你们要同心同德 一世一家 早些熊皮之庆 永结琴瑟之欢 是吧 谢谢爹 从今往后 你要对周莹好 有大心眼里呀 把她当宝贝呀 要说打骂 肯定你不是周莹的对手 不过你对周莹要是有 有半点疏忽 我这个当爹的 第一个就饶不了你 他就是天王老子 皇亲国戚 只要敢欺负我女儿 我周老四 一定要杀他一个血流成河 爹 爹 爹 把那家伙收起来 说说说说 庆家公 庆家婆 见笑了啊 爹 吴萍带我很好 爹和娘带我也如青生一般 这不看出来了 要不我早就把你弄走了 我这不是把丑话说在前面吗 您说是不是 爹 您放心 我一定会爱他 敬他 护他的 那我就等着瞧呗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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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说好久不见